不知道他在哪裡來 也沒有什麼親戚朋友 也來了的日子很短 未建立社會關係 未建立社會關係就是最低限度 未建立在日本人的圈子裡面的關係 所以是沒有人幫他 有人幫他這些 能夠跟他在這裡撞 整塊碑的 只是慈善會的人 日本當時的社區裡面 有一個慈善會 就有做這件事 我們今天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來到那個部分為止 就是雲歸跑馬地 當然 這個歷史過去了 都令人唏噓 不過其實留下了一些東西 我也知道今天一定說不完 就是 就是 這幫人 到底 他們日本人叫唐行 什麼叫唐行呢 這兩個字 為什麼呢 為什麼大部分都來自 九州這三個地方 他們怎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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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婦女 反運 這一個 這個 在海外 它運作是怎麼樣的呢 日本人 怎麼看這些 唐行呢 和 日本人 對 藝記 唐行 甚至是 包括後來出現的慰安婦 他們會不會有什麼區分和價值觀在哪裡呢 另外我也很希望日後有機會透過兩套日本電影 其中一套叫《望香》可能很多朋友看過 另外還有一套叫《女園》 這一套我相信很多人都沒看過 這兩套電影裡面可以再引申出一些比較深入一點的 關於日本妓女在海外的他們醒來過程的一些反思 還有《女園》這套電影更特別的原著那個人 正正他曾經在香港做過這些不是妓女 是做過這些所謂的扯皮條的那些男人 即是歸公 這些人 這個是日本人來的 而且這個故事的背景 或者這個其實是自主來的 其中一部份是在香港發生的 所以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部份 讓我們可以結合我們今天說的那些 希望可以有一個再清晰一點的畫面 我之前也大膽跟柳Sir說 可能真的要一賣開二 那就是 幫我量期 其實就不要這麼急 最好幾個月之後 因為比較忙一點 那我今天就說到這麼多 不知道會不會有QA 或者什麼 我們先給點掌聲 好 時間上的問題可能有兩題問題 因為今天不好意思擔誤了大家 也感謝大家包含 或者有些什麼問題 如果離開之前 可以交一些問卷給我的同事 Jennifer那邊 或者譬如現在有問題 可以跟柳Sir有些討論 好 什麼時候 第二集 第二集 起碼都三四個月之後 最好四個月之後 好 今天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各位 謝謝 谢谢大家